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根本不鳥我 看就不看你 第二次我又去 他才看一下 你哪裡了 我就跟他講 第三次 他才跟我講 他才跟我講話 他說有什麼事 因為這個公家單位 我們都要先給他編一算 第三次 我來來回回 去了五次 他說 你有什麼東西 他說 你的東西能用嗎 他說 第六次的時候我去 他就說 你怎麼來 我那時候沒有車子 我自己騎了多少 我從台北騎摩托車騎到龍潭 我騎四個鐘頭 騎四點鐘 我就是這樣騎幾次以後 騎了幾次以後 有一次他就問我 他說 你怎麼來 我不好意思說 我坐公車來 我不好意思說 那時候我們才創業 不好意思 我就說 我坐公車來 他說 這樣子喔 他說 那我載你到門口 你再坐公車出去 那我自己的事業 我是這樣打拚出來的 那麼有一次 但是這個新加坡 我那時候是在台北的時候 做代理這個 Rotring 就是Rotring 我是替他做 也是這個業務部的經理 那麼我就是跟這個 他的業務 那麼他的業務 他們要會講四種語言 就是說 英文 日文 德文 跟這個廣東話 他們在新加坡 廣東話要會講 這個起碼的級別條件 他們的程度也是非常的好 那麼我就問這個 這個新加坡 他這個Sales 那我就問他說 你是念什麼科系的 他說他是念造船系的 我說你造船系怎麼去 跑這個業務 他說你錯了 他說新加坡 他們的總理 那時候是李光耀 他們鼓勵 大學畢業之後 一定要往外發展 他說不要往內 他說我們新加坡太小了 一定要往外發展 他說你能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後 他說他們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他才要求各個單位 把國外的財團帶回來 他們的政府 他們的總理 是這種要求 所以說他說 他就糾正我說 你們不要以為說你念什麼系 你非幹這一系不可 他說協問協力 只是你是一個歷屆的過 這個過程 猴鳥戰而已 只是增加你的知識 更上街一步 你的思想會不一樣 不一定你要幹這一行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那時候我開工廠 我倒掉了 我工廠垮掉了 我負債負移動房子 不是一間 我才自身上來台北 他看我悶悶不樂 他說 楊Sir 你有什麼事情 我就講給他聽 他我每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 我一定要到福法飯店門口再等他 那麼八點五十五分 他就在門口 就在站著 那麼九點的時候 我有時候看他還沒有出來 我就在那邊等 他有時候忽然間就等 翹過五分鐘 九點五分 在福法回去才進去 九點五分 他就說 Mr. Young you late 他說我遲到了 那他們的精神真的是 他們德國人的精神 那麼他晚上帶回去的時候 我帶他回去福法飯店的時候 如果說是日本人來台灣 一定是斬隊啊 喝 喝酒 他們就找女孩子來陪他 他們德國人 因為那個Rothring是德國公司 在德國在全世界有兩家公司 做這個真筆的 一個是Stereo 一個是Rothring 這兩家是最出名 其中Rothring是最出名的 那麼他們來台灣的之後 他們聽起各個經銷商的問題 做成筆記 回來之後 在飯店裡面 我們只是 我說要不要出去外面吃飯 我說順便有個KTV或是唱歌 他說不要 他說我要把你當天 碰到的問題 經銷商所碰到的問題 我要解決 然後馬上回報給總公司 他們這種的精神 很值得我們學習 那麼他看我夢夢不樂 他就問我說 你什麼事情 那我就講說 我自己做的工廠 我就講給他 他說這樣子 那因為我帶他 他上廁所 我就在門外等 他吃飯 他正面坐著 我就坐在旁邊 我不敢點想 我自己不敢點太好 我都點他點好一點 來是客啊 以客為尊啊 對不對 因為我要帶他去 每一個全省的經銷商 去看去巡視 價格方面怎麼樣 我就在那裡 比如說牛肉麵 那時候牛肉麵 一碗是180嘛 那我就點一個牛肉湯麵 我就在旁邊默默地吃 他就說你過來 那麼我就是 我自己 我就想說 我只是一個業務而已 只是Manager 就是一個經理而已 我沒有什麼資格跟你坐在旁邊 我就坐在旁邊 他說不要這樣想 那麼我把我的困頓講出來 我悶悶不樂的 我講出來給他聽了以後 他說這樣子喔 他說這樣子啦 我們公司有一種筆 叫做Protopin 就是電腦繪圖機的筆 他說目前沒有人賣 他說我給你賣 但是你不能夠當Agent 就是你不能夠做代理商 你只能夠做經銷商 你跟這個台灣的代理商 你跟他拿 但是他說 我會跟這個代理商 給他說 這個筆由你賣 你錢神你去賣 我就是因為賣這個筆 而整個給我串起來 那麼這個商業上也是非常的現實 這個老闆他看我一個人賣以後 他認為說我一個人賣利潤很好 但是面沒有辦法擴大 他就把這個筆又給另外一家 他全部再完全為他賣 而把我的貨切掉 這個生意上 商業上 就是這麼現實 好在那個時候 我跟HP跟Epson 關係打得非常的好 HP他說沒有關係 你就不要賣他的 他說你全部賣我HP的 我全部給你賣 因為HP他公司很大 那麼這個小東西他不看在眼裡 他說我全部給你賣 你就不要拿他的 結果我就賣HP的東西 我把它賣得非常的好 我把這個Rod Twin台灣總代理壓死 壓到底下去 他大概庫存好幾千萬 他又打電話給我 他說要什麼 我們的公司你們來看看 社會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麼現實 所以說品德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個也是在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你跟這個公司 跟這個老闆 你值得做 值得跟 你一定要盡心盡力的 讓這個老闆能夠賺錢 讓這個老闆能夠持續的下去 你才能夠永續的經營 那在我的裡面的員工裡面 有兩三個三四個女孩子 跟我跟二十年 跟我跟二十年 你知道 那麼因為他非常的盡忠職守 那外面的人就問我 他說 要叫什麼 那你是怎樣 訓練員工 怎麼樣訓練員工 我說沒有啊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好的你要學 不好的 你就不要學 後來你們結婚 以後你們結婚 一定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所以說 其中有一兩個 我就來做美人 嫁得比我現在還要好 很好 自己有工場 我就看準準了 你對不對 我說這個女孩子 就是我帶太早 你知道嗎 今天同宿不來 比較沒關係 所以說 你孩子 我認為可以的 我們一定要跟你這麼久了 一定要讓他有好的歸宿 他嫁出去的都很好 我也做三個 我不敢再做了 我怕堪地勾 你知道嗎 我今天正題不講 講得這麼多 只是我在社會的經驗 歷練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你們 謝謝阿彌陀佛 謝謝阿彌陀佛 我們言辰法師說 這句他的心裡的話 他們聽到太早 但是應該學意 不會太早的 但是我會跟各位講一個心裡的話 我結婚的沒有太早 也沒有太晚 因為我今天我的師姐也來了 我們原則法師有功的學術 也是剛才我提的要升華 我告訴我的兒子 他今年生大二 我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我跟很多的政治界的 還有學術界的 算有一點熟 有時候我都會跟他們聊天 我記得在去年 跟我們同文 同根 同種的大陸 有908萬的大學生考試 今年有912萬 我打怪兒子說 爸爸每天出門的時候都在考試 我一到了對方的地方 他就拿了一張考試券給我 那張考試券不是60分 可以考及格 那一張考試券至少要考100分 每一天都在考試 我也希望你在你的學習過程當中 第一年讀大專班 第二年當輔導員 第三年要去風水學院讀 當你當到大士的時候 爸爸就把你送到國外去看看 外國的環境 那也是從人文品德的教育去升華 我舉了兩個例子給各位聽 我們能如何做到讓人家尊重 這是非常重要 有一天有人邀請我去一個地方 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搭了飛機 搭了13個小時的飛機 去加拿大幫人家看一家工廠 我去的時候他直接帶我到他家去住 到他家去住 我就直接問那一位老闆 老闆娘還有他的小孩 女兒都在那邊 我說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帶我來你家住 怎樣 我如何做到讓你相信我 不是只有我所學的藝經而已 如何讓你相信我的人文 我的品德 因為當大家都睡著的時候 可能我還有活動 也不一定 這是非常重要 我常常跟 我教藝經將近12年 我跟我的很多的學生 常常講一句話 不准之重道 協議無益 不能做到讓別人能夠認同你 協議無益 你要做到讓自己能夠認同你 是非常重要的 這件事情 我也提醒各位 這非常重要 人文品德 還有學術的昇華也很重要 剛才我們的嚴誠法是談到歡義了 我也擠一個笑話給各位聽 有一次我去泰國幫人家看了工廠 那一位先生他們的家住桃園 他們的家我幫他改了 改了以後就順利了 那他就希望我去泰國幫他們看他們的工廠 我就去了 我還沒去以前 他就幫我宣傳 結果就也一樣約了四位 包括他是五位 同時到機場去接我 包括司機還有我總共有九位 就在機場碰面了 包括我自己碰面了 當我要碰面的時候 要出關嘛 我就奇怪 別的關都 別的閘口都很多人在排 只有一個關 三個人在排 當然因為我比較聰明 所以我就走到那個 三個人的關去排 到了我的時候 那一位官員就跟我講 走開 走開 意思是說我不要排在那個地方 怎樣 但是他比我還是聽不懂 因為他講泰文 只有三話題咖我懂而已 其他我都不懂 我還是站在那邊 他後來還是讓我過了 還是讓我過了 我回來告訴我的小孩說 你看爸爸文字看不懂 就讓我們人家覺得 我們是一個比較沒有格調的人 為什麼 你來趕我們 我們還不會走 那不是智慧 不是聰明 那是漁民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升華 要從很多的地方來提升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剛才有提到 很多的 我們同種的大陸那邊的很多人 我剛兒子講過說 要去升華的原因就在這裡 要看更多的外圍環境 而才能瞭解我們 我們師傅辦的這個活動 也是因為這樣 我剛才有提過 我們要用意真的比別人精 但是講話真的比別人少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六位的法師來跟各位發表他們的觀念 及人文品德的一些專長 我們最後請我們的楊秉松原生法師 我在還沒有介紹以前我就先問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哪一個地方希望我補充跟你們介紹的 都沒有 我就開始緊張了 都沒有就表示 什麼 他們都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們六位 包括我們元英 元化 元成 元人 元成 我都算是蠻熟的 我以為我們元生我比較不熟 我還是問的第二次 他告訴我說他是在從事銀行業 記得如果我們有錢換不下去的話 第一可以放在維新聖教 第二可以放在銀行 那就是我們的元生的銀行 好我們先請他來為我們報告一下 謝謝 各位賢士同兄 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剛剛主持人介紹 我只有我還在銀行工作 所以我等一下會解釋我們工廠方面是我比較內行 等一下會跟各位報告 這個有一些看這個風水的小技巧 跟各位報告 那我的摘要是這樣子 是第一個是我們維新法脈 維中華文化道的風水的儒雲觀 第二個是從儒雲觀看 鬼谷宣誓的這個修行智慧 第三個是從易經 我們是文儒家思想的觀念 還有是我們品德教育的基礎 從這三個主題來跟各位報告 最後是這個勘議的這個摄政 因為我誰這個易經風水是這樣的一個因緣 我在民國77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場車禍 那時候車主是在這個梨山 掉到30公尺的這個山谷 結果有一個親戚死亡了 那我才開始了謝謝易經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易經風水 跟我們這個這場生活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可是很多人 如果你說你這個易經很多人不相信 這是要言禍眾 是這個小人誰認知說 結果覺得非常的可惜 也覺得非常的無奈 那我們易經其實跟我們這個佛血跟神女都是一樣的 它是只是我們人們把它 各立 各立門戶 我們易經是一部折血 它是可以用在各種正當的用途上面 它是可以在我們人生品德來講的話 是一個教育的良方 那佛陀教育跟佛陀教育是一樣的 它是以這個八正道為原則 我們這並且應用在這個住場生活當中 所以我們要把它花樣光大 第二個我們講到我們維新法脈 這個是中華文化道統 易經風水的如零館 這個養鮮細財 正名義德 高尚旗幟 天下太平 這是我們師父的這個開箭見識的宗旨 但是 常常我們很多的眾生 覺得這個非常的不安 那師父察覺到這個教育的重要 而且呢 教育就不能解決我們的困難 像目前我們從中小學到道學到時候是非常的普遍 但是呢 師父以那正道的經驗 還是覺得說我們易經風水的教育來講 對於我們內在心靈能夠達到這個欣然之境 第三個我們從這個仁倫觀來看王產老祖的修行智慧 再來我們鬼谷先師王產老祖是從這個大樓天界到家出行 那再回我們燒坡世界 我們談到我們鬼谷先師這個天界是在哪裡 師父的開設過在東北的這個太極天 這開天教的教主 那我們來世間都是從我們頂守彌王宮而來 是為天 是為錢掛 所以我們老祖叫我們開啟智慧 所以開天就是我們開啟我們的智慧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偉大 那我們談到2008年11月11號 師父曾經開設我們中華三族文化的源頭上說 三族文化源於無量節 無量以節以來的無極視線 無極是心 是光 是一片光明 是紅金老祖 是南登古火 經典片南登古海 也要有興趣的文化 拉花人中原 大ngd受樂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